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会同交通处长王俊宏 警察局长张树德 跟公务处长陈耀川 共同召开记者会说明 事办起楼开放停机车 第一波正式公告76处可以停放 也说明停放的注意事项 我们这一项的专案 是由谢国良市长 特别亲自主持 并且跨局处来组成的相关小组 并且责成各局处的首长 大家共同来进行集思广益 并且参考各县市的相关做法 我们依法来进行这个 7楼开放的一个公告 那我们是在112年3月22日 由市政府来进行公告 它主要依据的一个条例是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93第一项规定 也是刚刚看到的这个部分 人行道 因为人行道它的定义是含棋楼 因此我们现阶段是先针对 本市棋楼开放停放机车 应以一例为限 等一下会有一个图 会有一个照片来跟大家说明 并且要保持1.3公尺以上的人行空间 也就是我们能然是先维持人行的空间 有空间我们再来做所谓的开放 骑楼可以停车 以及它停车的方向 为了整齐化 是要垂直在道路 而且车身前远或是后远 应跟建筑线切齐 因为我们骑楼有所谓的建筑线 因此我们就这样做一个说明 那第一波四半骑楼合法停车的一个处所 我们全基隆市总共公告了76处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已经在我们基隆市政府的一个交通处的网站 已经公告 因此市民朋友可以透过这方面去了解讯息 那我这一张就是停放机车 这个正确版的 就这一张 刚刚我们处长也有谈到就是要停一摆 车头不管向内或向外 就是要跟道路垂直 那你这个靠内侧 就是靠商家铁门的这一侧 你要留1.3米给行人 留一个行人空间 那当然这些点不是永远是这些点 我们会衡量我们交通事故的热区 在做这个滚动的这个盘点 那也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 请市民朋友 这是错误的示范 不要停这种方式 因为你停这种方式 没有按照我们停一列 没有留1.3造成人形 没有空间 有民众来检举110或1999 那警方到场 势必可能还要给你告发 这个特别呼吁 我们第一波公告了76处 那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来做滚动式的检讨 那包括警察局的部分 就是持续攀点本市可开放的停车路段 那我们官务处的部分 滚动公告骑楼可停车的路段 那交通处的部分 我们开放路段的部分来设置标志或标线 基隆市政府表示 第一波事半骑楼开放停机车的资讯 可以到市府交通处网站查询 后续开放停车的路段 市府也将持续滚动式修正检讨 逐步调整 记者黄日生 陈熟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